儿子染毒妈妈大意灭亲 高雄有位单亲妈妈打扫时发现 客厅沙发下有使用过的三合一咖啡包 但家里并没有人喝咖啡 加上咖啡包的包装不太一样 上网一查才发现原来是毒咖啡 才知道儿子染毒 也提醒父母亲暑假期间 要多关心孩子的行为交友 一句真的很伤心才会报警 盗禁母亲想救儿子的无奈 拿出在家里发现的咖啡包 给原警确认 当妈妈的真的很不希望 这是毒咖啡 愿者内心伤痛带警察上楼 大开儿子房门 虽然睡梦中被叫醒儿子雀眼 乖乖配合警方搜索 这是你房间是不是 看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会来咽个尿好不好 就在他们家的楼下 他妈妈已经在那边等我们 那有提出一个已经开封过的咖啡包 那里面有疑似毒品的粉末 那我们也现场了解以后 有先将这个毒品大概化验一下 那有二级毒品的反应 从不喝咖啡的这家人 妈妈打扫时意外发现 沙发上散落的咖啡包 怀疑是电视新闻常报道 年轻人流行加入多样混合毒品的咖啡包 而且儿子最近又尝试睡 便上网搜寻比对 妈妈担心找来儿子生坛 却得不到回应 只好报警处理 随着暑假到来 警方也提醒家长 务必多关心孩子行为交友 尤其发现这种卡通包装 或拿知名品牌重新包装的咖啡包 里面都有可能加入了不明的混合毒品 港督新闻李嘉隆 罗绍军 财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